18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 欢迎斐济总理蓝布卡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 今乐团奏斐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蓝布卡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